今集的演后评,我很高兴请到Sharon, 应用戏剧工作者,来参与我们的录影。 找Sharon也有原因,因为我们要讨论的节目是在Zoom上发生的。 而Sharon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一群朋友做了一个演出,用Zoom叫做CUZoom。 所以Sharon作为演员,也有参与其中, 我当然会请她来分享一下, 这个无限量艺术节的共用艺术节节目, 其中一个叫做Are You OK? 这节目是由英国的团队, 叫做棧鬼剧团和香港的一群朋友来合作的。 这次亦是疫情关系,用了Zoom这个媒介。 同时亦有很多,因为这个无限量艺术节目, 其实也有很多共用的元素。 所以这个Are You OK?的节目, 其实有很多不同能力的朋友都参与到。 Sharon,不如先和你讨论一下。 在这个作品里面,45分钟,短短45分钟。 但其实它用了很多片段式的方法, 来与我们的,无论是香港的朋友, 还是世界各地的朋友, 去谈谈疫情期间他们的故事。 这件事其实也跟CUZoom之前有些创作, 有些类近的。 在这个作品的一个序事,或者情节, 一些铺牌上, 可否先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你的体会呢? 我说,我们, 譬如在CUZoom, 和刚刚看的电影, 其实无论是主题, 或者是媒介, 都是超级相似的。 其实我们两部表演都在问问题, 就是疫情下的大家, 就是我们可以的。 但是分别就是, 我们需要Zoom, 这件事就会比较密切, 会比较私人一点。 就是大家会和观众分享的, 都是一些演员, 他对自己的生命, 在那个时间, 一些很直接的看法。 当然, 因为它始终也是一个演出的作品, 我们都会用一些Zoom可以用到的功能, 例如一些组织的背景, 用不同的所谓镜头的摆位, 去令到那个表演会会比较丰富一点。 但是, 我们消了Zoom的钱, 以及我们是互联合的, 就是观众去看电影的时候, 可以去选择追踪不同的演员的生命。 它也有环节可以用文字, 或者直接开声, 去和演员有一个即时的互动。 所以, 这件事就会比较私人一点, 比较交易一点。 但是, 他们的演出, 我会觉得, 那个编作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 嗯, 就是可能他们, 我不清楚他们的程度, 但是, 我会猜到, 可能他们会有些工作室, 之后, 因应着工作室的, 就是大家聊天, 或者创作的材料, 就是将这些东西, 再演变成另一个全新的场景, 而那个场景, 就可能跟他, 就是会跟他现实生活, 在经历的有少少不同。 例如, 可能他有两场戏, 是说, 这个是一个去旅行的公司, 这个是卖国公司, 明显这个是对应全球的人, 飞不到, 在客厅工作, 休息, 所有东西, 这件事, 就变成了, 他们会有这一类型的, 就是他们的演讲, 就用了这个方法这样。 嗯,嗯,嗯, 其实我看这个戏的时候, 都挺享受的, 虽然, 因为我看过你们, CU Zoom 的关系, 我有少少期望, 我以为都是有互动的元素, 但这次他们就, 其实他们的团队, 就是用Webinar, Zoom Webinar, 然后就有些后制的部分, 即时做, 然后就Live Stream, 给大家看到的, 但即使如此, 我觉得, 他有一些幽默感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挺享受的, Sharon, 你对于他的幽默感, 在这个疫情底下的一些安排, 你自己有什么体会呢? 我觉得是必须, 因为疫情对于大家来说, 实际上太多不同的压力, 以及带给大家太多不同的烦恼, 无论有些人在工作上, 金钱上, 或者在空间上, 精神上, 太多压力了, 如果在一个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下, 再用一个很沉重的方法去表达, 我相信, 对于很多人来说, 真的太压力了, 我觉得他的情绪,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因为他的情绪, 我觉得有些是很全球的, 例如是, 喂, 我现在要玩Zoom, 大家都仍然, 一年, 现在大家说是高手, 但是, 大家都仍然会记得, 刚刚一两个月的时候, 自己怎样, 傻傻傻, 又要学习Zoom, 又没有什么, Google Meet, 又有太多不同的应用程式, 每个应用程式有自己玩法, 就算自己都认识了, 也曾经一定是有些同事, 很好, 是, 有很多这样的, 又可笑, 又令人猛烦的记忆, 是会出来了, 有这种类型, 我觉得是一种各样的, 另外, 因为他们始终都是一帮英国的团队, 英国团队, 即是, 在香港团队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文化上, 或者是, 语言上的humor, 譬如, 可能他们那种, 我觉得有一个团队, 有一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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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唱歌, 我觉得, 这种方法, 我会觉得是很西化的, 就是要大家, 大家可以吗? 你可以吗? Bernice可以吗? 即是很西方的那种幽门, 我觉得在香港, 我们就少一点会这样, 但同一时间, 我们都会有一些很本地的味道, 就好像一开阵的那个, 掌辈图, 我感觉所有香港人一看到, 心都会忍不住笑起来, 这样, 或者, 去到之后, 他们要教怎么剪, 那个万年组, 这些, 我觉得, 都是在文化上, 差异而衍生出来的, 有默感, 所以在默默感方面, 他们在很多不同的层面, 都是, 就是, 好笑, 是, 我自己都很享受, 他有一个是, 要入OK, 你才可以入一个叫OK Group, 但刚刚有一个其中一个演员就说, 我不OK, 但我又不走, 所以就制造了很多, 其实这个片段, 以这个片段为例, 我觉得都挺反映到, 一个疫情之下的情况, 即是说, 其实他都, 虽然是有幽默, 但其实我觉得很现实, 也是, 我真的不是很OK, 但我可不可以在这里, 感受一下大家的OK, 但我又很现实地告诉大家,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OK, 所以这个情景, 我自己很有印象的就是, 即是, 它怎样令到疫情之下, 大家不同的一些情绪, 都可以透过一个, 即使是可能只是在网上, 这种方式, 我觉得有些提升到, 大家对于疫情的一些体会, 所以, 我自己觉得都挺喜欢他们这种幽默感, 还有那个文化的差异, 的确是的, 我不知道这种差异, Sharon, 你看的时候, 会不会都有些期望, 其实我也想看看英国的疫情是怎样的, 或者我也想看看, 疫情之下, 不同能力的朋友, 其实他们在面对什么处境, 这方面你会不会都有些期望? 我自己, 因为我是应用戏戏的朋友, 所以我一定是对于不同的社群, 本身是会很好奇的, 所以, 可能我身边的人, 大部分人都是剧场的朋友, 当然, 我非常熟悉, 疫情对于剧场的朋友的影响, 但是我身边, 本身就少一些, 这些所谓有障碍的朋友, 我会很好奇, 虽然大家都是香港人, 但是, 这件事对于他们的生活, 那个影响会是怎样呢? 有没有一些范畴对于他们来说, 会比较困难呢? 这些是我想知道的, 当然啦, 大家都知道, 这个工作从家, 学习从家, 学习从家, 或者有些人后来就说, 生活在工作, 这件事对于我们香港人, 是超级无敌, 烦恼, 是真的很多的问题, 我经常在想, 如果在英国, 我这个所谓的空间解决到了, 但是, 会不会有另外一些, 可能会觉得更加寂寞, 对于英国人来说, 他们经历的疫情, 和我们的分别在哪里呢? 我是想听更多这些事情的。 嗯, 即使是这样, 但是, 这次我们也有机会, 都真的在现场看到, 一些来自英国的朋友, 在当地的一些情况, 因为都用Zoom 的关系, 其实, 我们看到, 我们在那天的现场, 真的有技术的问题出现, 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同时, 我们也觉得很高兴, 就是, 其实, 如果Zoom 这个媒介, 似乎都带给了大家, 有真的不同的交流的机会, 而且, 因为Zoom 的这个形式, 我不知道, 譬如, 在香港, 你们CU Zoom, 真的用了很多不同的技术, 例如, 一个空间里面, 有一至两个, 就是会有多个镜头这样处理, 那么, 这次他们就比较简单一点, 在用Zoom 这个情况里面, Sharon 有没有一些回应,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 在技术上的复杂程度, 我自己是, 没有那么高要求的, 因为我知道, 可能他们会, 可能有机会, 因为这些技术上的东西, 我觉得, 反而是想到有什么去帮他们, 而不是用技术去阻碍他们, 我自己对于他们的内容, 会有多些兴趣, 多过技术的复杂性, 嗯, 不过有些, 可能有些, 简单一点的做法, 比如, 我觉得, 在我们CU Zoom的时候, 我们有个朋友, Willis, 他就拿了手机, 他就展示给我们大家看, 他的房间的凌亂程度是如何, 因为, 因为, 是的, 是很令人豪然的, 我自己都很好奇, 不知道英国的朋友, 他们的房子是如何, 他们的后方圆是如何, 他们的手间是如何, 他们的厨房是如何, 他们的厨房是如何, 就是, 有一种是烤面包, 我估计是我们香港的朋友, 是烤面包的, 但是, 如果我们香港的朋友, 烤面包的同时, 在英国的厨房又会是如何, 如果他烤面包, 或者会不会一起烤面包, 我也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好奇的, 还有, 我觉得, 有一个网上的好处就是, 因为, 很多时候, 我们搞的表演, 预算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Zoom 这个形式, 令到他们不需要飞来香港, 不需要隔禁, 不需要住,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可以增加价值, 令到, 他们那边的朋友可以参与, 因为, 说真的, 如果在香港做的表演, 其实, 预算是非导演家, 可能一至两个人, 就是顶尽, 就是这样, 但是, 在表演里面, 我看到很多, 看到一些, 本地有障碍的演员, 我觉得, 是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难, 特别的机会, 是的, 因为, 我就数格仔, 高峰时, 也有28个, 30个格仔出现, 所以, 其实也会看到, 如果, 这种比较, 可能简便一点的形式, 似乎都会认为, 两地之间的交流, 可以更多一点, 又或者, 成本可以低一点, 这个也是, 我想, 大家看这个表演的时候, 其中一个, 我觉得, 都是很开心的地方, 来的, 差不多这次节目的尾声, 我也想问Sharon, 其实, 因为你也有参与很多不同的, 可能和不同能力的朋友, 或者是社会的朋友去合作, 那这次, 其实, 共用的这个元素, 其实也是一个重点来的, 就是, 启合着, Festival的一些主题, 那你作为创作人, 其实你觉得, 在这个部分方面的策画, 或者是, 其实, 这次, 你OK吗? 这个作品的形式, 是不是都, 在共用这个元素上, 其实都有很有效的一个尝试, 或者你觉得,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 其实是可以再做得好一点的呢? 有没有这样的回应呢? 我觉得, 我是第一次看这一类型的演出的, 所以, 其实我进去的时候, 我是没有什么期望地去看这个表演, 但是, 我看完之后, 我自己都身为一个, 应用戏剧的从业员, 我是都非常欣赏, 他们的创作团队的一切安排, 就是我觉得, 就是在这个Zoom上面, 其实很多东西很有限, 我们没有亮晶, 甚至那个音乐的创作上面, 就是有很多东西都很规限, 就是我们要用回我们自己家的环境, 有很多这些规限, 就是可能对于一个创作团队来说, 会觉得, 就是没有那么多东西玩,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这么有限制的情况下, 他们仍然找到很多不同的元素, 他们找到一些很简单的歌曲, 在直播唱的, 我也相信到, 这首歌也是他自己作的, 有一些很简单的舞步, 就是那些舞步是, 简单得来, 你会看到大家是很开心去跳, 就不是一个片, 在逼大家要一起, 就是这些事情是, 就是令到大家看到一个喜乐, 那在那个, 每一个节目的取材, 那个和生活的距离, 就是有些是很捨实, 就是你烤面包就看到你烤面包, 有些就是很, 哇, 就是很假的, 那么它是有距离的, 那至于, 就是他选了一两个节目, 他把它拆开做, 令到这些事情有些推进, 我觉得那个导演团队本身, 都用了很多不同的所谓招式, 去令到这个45分钟, 是没有漫长, 是有追看性, 是在45分钟都看到两种文化, 那么我觉得, 其实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其实他们真的, 又放了很多招在里面, 那么我觉得, 在那个拼作方面, 我是非常欣赏, 而你会看到有些演员, 他们可能讲台词有点难, 那就比你说笑点, 又或者可能是被你中英夹杂, 又或者有些演员, 他可以多管台词, 给你一个单独, 我觉得在这方面, 其实那个功用, 他真是因材施教, 真是按着每一个人的能力去比, 还有, 看到某些朋友,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台词, 我就会想, 是否他说话会觉得大压力一点, 但是到最后, 他也有一个短短的monologue, 他也可以的, 我觉得是有一种细心在里面, 是的, 很同意的, 虽然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其实未必知道, 每一位朋友的能力是怎么样的, 因为他们都真是, 就像Sharon所说的, 其实他都是用了他的一些长处, 去展现在观众面前, 即使可能他有视障, 或者是听障, 但是我们都不觉得, 他跟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在这个画面上面, 其实大家都有一种一起, 我想, Togetherness, 那件事都很重要, 在看这个show的时候, 因为都是跟疫情有关系, 演出都是叫你OK嘛, 所以, 我想这个对于, 无论是香港的观众, 还是来自世界其他不同地方的观众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很合适, 在这个时候上演的制作, 我不知道Sharon, 你们未来会再有和Zoom有关的創作, 有没有后组啊? 这个就交给我们的华士人Estella, 我相信他也是一个非常忙的人, 我相信如果他有时间的话, 当然他当然是一夫百姓, 大家一定会很支持延续这件事, 不知道另外那边的团队, 会不会都有一个机会, 可以延续我们的作品, 是的, 是的, 那这个是你OK呢? 我想这个问题也持续会问住大家, 因为这个疫情还有一些挑战在里面, 今天很感谢Sharon 和我们分享这个演出, 我想你也很OK的, 希望今年大家都OK啦, 下次我们的演后评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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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